大家早上好 我是田园厨艺学校的黄屁贤老师 今天我们要给你们介绍一个最传统的复建种子 这个种叶我们就要先蒸水 蒸了大概是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们才拿出来清洗 就是拿一个清洁的布还是一个菜瓜布 就把前面摸一下 后面摸一下 这样子洗干净它 一开始我们的虾米买回来 洗干净沥干它 咸蛋去了蛋白之后 如果有烤箱的话 可以稍微烤给它干一点点 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保存 这个梅豆我们要蒸泡最少一个晚上 这样子等下煮起来的时候 它的梅豆才会软 例子如果你买到干的话 那么我们也需要泡一个晚上 只是这个因为这个是湿的 所以就不必咯 然后蘑菇因为是买新鲜的 所以就不必蒸泡 如果是干的话 那么我们也需要蒸泡大概一个晚上 糯米最少要蒸泡四个小时 五花肉要切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这样大片 我们还有调味料 在这个调味品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有大概两汤匙的蚝油 一茶匙的麻油 半茶匙的胡椒粉 白的胡椒粉 然后呢一茶匙的无香粉 半茶匙的糖 还有一汤匙半的酱油 还有两汤匙的酱姓酒 然后我们就搅拌在一起 然后就可以腌制我们的五花肉 五花肉呢也不需要腌得太久 大概是一个十多分钟这样就好了 在我们的这一个整份量 我们需要大概三汤匙的油 我们先把我们的虾米加进去 虾米炒香了之后呢 我们要先把它捞起来先 一点点的蒜米进去这个油里面 然后去爆香我们的五花肉 然后蘑菇也下 炒到它差不多香了 腌肉的料我们也加进去 OK我们只要炒到这样的程度就好了 肉不用炒熟的 就把它捞起来 下去我们的梅豆炒一炒 炒给我们的梅豆有一点点的咸味 我们现在要将这个剩下的酱料 炒香我们的已经蒸泡了 最少四个小时的糯米 就把糯米全部跟这个酱料 炒均匀就可以了 材料全部准备好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包我们的种子啦 种叶呢它有分正面反面 这个反面它有一个骨跑出来 正面是滑滑的 我们要拿我们的两片的叶子 这个尾巴对着尾巴 正面对着正面 那么这样子交贴 交贴的我们要大概除三 除三我们要从这个三分一的这一边 这样子 这样子折 知道它这边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我们就整理一下 然后先把米加进去 我们就加粒子 肉大概是两片 咸蛋 虾米 一点点的豆 然后蘑菇 一片 再盖上一层的糯米 就这样抖下来 抖下来这样子 然后就去整理它 一圈 两圈 打一个活节 那么七月娃呢 我们煮粽子呢 三十到四十五分钟而已 我们的粽子就好了 如果你在家里没有这个气压窝的话 那么你用普通窝 那么它最少要煮一个 两到三个小时 在这个水里面呢 我们需要加大概一汤匙左右的油都可以 为什么要加油呢 是因为等下我们 煮了我们的粽子起来 我们的粽子外层才会 滤油油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这样子轻轻转打开 就把我们的粽子 撈出来 这样我们就算我们的粽子已经 大功高成了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的传统 附件粽子 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把这个粽子 写起来 让这个传统的粽子 代代相传下去 然后我也在这里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